我問一下前醫師 剛剛講止痛藥 幾乎普遍都傷肝腎或腸胃 所以傷來傷去 都只好找前醫師看 對 一些傷胃 我想大家有經驗就是說 有時候吃了消炎止痛藥 有時候會胃痛 有的人不知道 它可能會傷肝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像是傷肝的是第一個 像Acetaminophen 以西安芬 它的商品名叫普拿藤 普拿藤是一個商品名 它不是只有這家公司做的 它是上Acetaminophen 在醫院它是叫別的名字 也是同樣的成分 就是這個成分就是傷肝 對 這個成分就是傷肝 如果廣告說它不傷肝 就不要太認真 不傷肝搞不好是傷腎 傷別的 對 就可能不是這一類的這樣子 它我們講的是大劑量 所謂大劑量就是說 有超過4000毫克一天 超過4000 那我們知道一個普拿藤 或者是類似的藥物 它一顆差不多500毫克 所以一天不能吃超過8顆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的止痛效果 事實上是比較弱的 所以你真的拿來這個 因為有的人怕傷腎 所以他知道頭痛怎麼辦 他就吃這一類的止痛藥 可是他吃一顆沒效 對 有時候趕快再補一顆 再補一顆 一天真的有時候會超過8顆 然後像我有個案例 就是他也不是故意要特別吃多 但是他在無形中 不小心吃太多 怎麼說他是一個80歲的老先生 他住在安養機構 那時候在照顧他的人發現 他有一點感冒的症狀 他那時候就流皮水喉嚨痛 那症狀也不是很明顯 感覺好像也不需要 真的要到醫院就醫 他們就買了一個陳藥給他吃 那個陳藥就是一個 單純的綜合感冒藥 市面上在藥局很容易買得到 然後就給他吃 吃了他一個禮拜左右 那些喉嚨痛 流皮水的症狀就改善了 可是他精神跟食慾越來越差 然後那個照顧他的人覺得說 好像不太對勁 還是送到醫院去好了 送到醫院去的時候發現 他抽血起來發現一個急性的肝炎 急性的肝炎 那肝臟發炎的指數沒有很高 但是大家覺得很納悶說 為什麼這個老先生會突然的急性肝炎 後來就問他說他最近是吃了什麼藥 他說就一個綜合感冒藥 後來他平常有吃什麼藥 平常還有在吃止痛藥 那我們的綜合感冒藥 要跟各位觀眾解釋一下 綜合感冒藥 有時候裡面也會加這個 acetaminophen的成分 他可能差不多300毫克左右 他加一加的話 大概算起來大概3200毫克 是沒有真的超過4000毫克 可是他是一個老先生 像文献上有紀錄 如果你是年紀比較大 體重是不到50公斤 或平常營養比較差的人 你不用到4000毫克 你還是有可能傷感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次 有像外國有吃到大量的這個 止痛藥 這一類的止痛藥 甚至有可能造成急性的肝衰竭 甚至傷命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你可能感冒藥 成藥也有吃 然後你自己可能比方說 關節痛 頭痛 你又吃止痛藥 那你最後的總劑量 可能一個不小心就超標了 那如果你年紀比較大 體重比較輕 你能負荷的劑量又比較低 所以你也不見得是 4000毫克就超標 就有感 你可能3000毫克超標 然後就發生你 意想不到的這個副作用 的確 請教一下前提師 剛剛講這個止痛藥 傷腸胃 肝腎 那特別有一些觀眾朋友 長期的胃不好 也長期依賴胃藥 事實上胃藥 成藥吃多了 也可能有副作用 的確 如果你的胃痛知道吃胃藥 那起碼還是有 不會差太離譜 可是有些人胃痛 他反而去吃止痛藥 他覺得說我是痛 痛當然是止痛藥 可是像剛才提到 那個第二種止痛藥 它是可以直接造成 胃部的潰瘍或發炎 像第二類 這個肺類固醇的消炎藥 它事實上是傷胃 所以你胃痛去吃這樣的藥 反而是更不對 除了造成胃的潰瘍之外 我來提供案例 它還會造成腸道的潰瘍 像之前我們就遇到一個 68歲的一個中年的女性 她來醫院是因為她覺得疲勞 覺得頭暈 那時候住院檢查的時候 發現她血色素是有6.8 6.8 就突然的貧血 大概醫生覺得說 很有可能就是她腸胃道出血 因為她平常是有長期 在吃消炎止痛藥 然後那時候就幫她做了一個胃鏡檢查 胃鏡做下去的時候 發現是說在胃的尾端 有一個很小的潰瘍 只有0.5公分 這0.5公分 其實不太像是這個 止痛藥造成了胃部的表現 因為像這種止痛藥造成的胃潰瘍 常常是多發性的 很多個散散性的小小顆的潰瘍 那就覺得說 而且這麼小的潰瘍 好像還不足以造成她血色素這麼低 而且胃那時候也沒有出血的症狀 而且她覺得最近排便比較困難 覺得肚子會脹 後來我們就說 那這樣會不會不是胃出血 會不會是腸子在出血 後來做了一個大腸鏡檢查 就大腸鏡檢查 做到這個生結腸的地方 發現許多環狀的潰瘍 一圈一圈的 就是我們的那個環狀的潰瘍 其實是蠻典型的 止痛藥引起的潰瘍 它就是一圈一圈 而且這些潰瘍 久了之後它會造成腸子 慢慢的纖維化 會縮小 就是它的管徑 腸道的管徑 它會縮小 變成原來的一半大 這時候會讓你排便排不太出來 對 所以它這一圈一圈的潰瘍 事實上是蠻典型的 是長期止痛藥引起的潰瘍 所以像這個病患就是 它的胃好像還沒那麼嚴重 可是腸道的潰瘍 就比想像中來得嚴重 而且這個這麼多處的潰瘍 事實上是造成它長期出血的原因 造成它慢性的貧血 所以說提醒就是說 你止痛藥你在吃的時候 真的要看看自己的胃 看看自己的腸子有沒有問題 吃多了還是要小心 然後再用來敲瘍 反而再用來敲瘍 為了敲瘍 然後再用敲瘍